大家好,我是Rose 陳家媛 歡迎收看Lifestyle Institute 今天就和大家說說紋型 皮紋大約分成17款 亦分為三大類 分別是斗型、機型和弧型 而坊間普遍統計最多人有的七款紋 今天我就逐一和大家介紹 先說第一款斗型紋 我們又稱為螺旋紋 它的性格是怎樣? 目標為本 著重理據 很多時候都會說重點 亦都很怕別人說廢話 亦都充滿領導才能 而這款坊間有學者就形容它 像獅子般的性格 下一款就是機型紋入面的正機紋 正機紋的性格就是以人為本 有同理心、模仿力強 而它做事通常都要按部就班 慢慢來 而且它會比較喜歡群體生活 而且一定要鼓勵 它就做得越來越好 而這個就會有點像狗仔的性格 之後我們說的就是這款護形紋 它做事就是實事求試 很多時候都是會以實際需要而做的 它平時很有毅力 很熬得 而且如果發揮到它的潛能 是可以去到無限大的 而這一款的性格就有點像牛了 說到最好動的文型 就非這個雙機紋莫屬 它們是怎樣? 性格比較衝動 新奇好玩刺激的東西就會吸引到它們 而且它們可以同時兼顧多個目標和工作 而且喜歡玩的 這一款文型就像猴子的性格 如果說到偏向感性一點的 就會有這一款 叫做身長斗紋 這個文型很多時候就是它們會著重過程 也會追求完美、富有藝術感 但有些時候又不善於表達自己 讓人有些距離感 而這個性格就像一隻貓仔一樣 而最後分享的這兩款文型 相對真的比較少見 而這一款就叫做反機紋 是怎樣? 逆向思維 很多時候想的東西反過來 而且很多時候它們會挑戰 不受限制 也會想到一些新奇的想法 而這個文型就像蝙蝠一樣 很多東西你猜不到 而最後介紹的這款文型都真的相當特別 如果在你任何一隻手指頭出現 那就真的代表潛能無限 而這一款就是孔雀文 這個文型通常的人都會獨當一面 直率、怨倉聲強 也都很多主意 也都是人群入面一枝獨秀的 所以這一款文像什麼? 像孔雀 孔雀開瓶是不是帶到給你驚喜呢? 剛剛我就說了七款最常見的文型 不如你們都快點看看 你們十隻手指會不會有不同的文型出現 如果有什麼問題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吧 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